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陈卓璇 想还是得想一下嘛 有梦谁都了不起对不对 然后包括像我第一次顺位的时候 我也说过我自己的最高目标就是那个C位 所以我还是希望如果最后有可能的话 我还是希望站上那个位置 其实我还好 我一直对这样的竞争都不太紧张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只要做到了我能做的所有 我就没有遗憾了 我的优势是什么呀 我的优势就是感恩我有万丈光嘛 我我站在那我不害怕 我不怕高 我在来到创造营之前 我觉得我来录这个节目 我一滴雷都不会掉 哎呦哎呦怎么回事 你年纪大了容易有点敏感啊 听一下 听一下 待会儿 谢谢你们 别哭 别哭 不要哭 没想要来了创造营 我就变成一个易碎瓶 干什么玩意我都要哭 所以现在我也不说大话了 我觉得创到总决赛的时候 我应该是会哭的 嗯 其实我现在觉得团体更多的就是相互包容 相互退让 嗯 相互安慰 相互的给予安全感和底气吧 我很想问问创造营的所有赞助商们 是我站的还不够高吗 哇 漂亮 嗯 然后当时我觉得应该是 可能很多人心里 积压的一个小小的疑问 然后又不敢说出来 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站在那个位置上了 有一种使命感要为我自己 为我 呃我的创始人们 还有我身边或许有相同疑问的女孩们问出这个问题 嗯 那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会带来争议的 既然我已经说了这个话 我就必须为她承担所有带来的后果 我畅想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快乐的去吃了一个火锅 然后开始一起高歌着你最最最重要 哈哈哈 对我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那样子 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出去吃好吃的 打开我的手机冲浪 哈哈哈 呃想看看自己粉丝长了多少哈哈哈 然后想看看我的悬峰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对因为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空降粉丝群的人 所以然后在这大概得有快半年的时间吧 然后一直没有跟旋风交流过 也没有见面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在想啥 也不知道他们忘了我没有 所以赶紧打开手机冲浪 看看他们都还在不在 嗯 会个什么动作 哈哈哈哈 啊我比较